哈囉,大家好,我是Flora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主題是 女生不知道男生喜不喜歡你 女生都會問我說 我不知道這個男生喜不喜歡我 其實我可以直接講 大概率上就是不喜歡 因為男生其實喜歡你這個特徵超明顯的 他看到你眼睛發光 他會看著你一直笑 他會想辦法跟你見面 他會想辦法約你 男生喜歡女生最大的指標就是 想跟他見面 那如果他都沒有這些舉動 大概率上是不喜歡 那我覺得男生喜歡你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動作 就是交往前 他會對你小心翼翼 他會在乎你在乎的事情 他不想讓你生氣 但交往後的話他會對你很心疼 你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 就是他會把你的事情放在心上 變成他的事情 假設他今天在社群媒體留言說 喜歡嫁衣來約 這種都不會是喜歡你 因為他只是想撩你 這個叫做 他不在乎你的心情 不在乎你的感覺 這個就是沒有小心翼翼 再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你今天要去聚餐 沒有喜歡你的男生會說 不要開車喔 就是我們要喝酒 喜歡你的男生說 你少喝一點我去接你 這個就是差別了 就是有沒有放在心上的差別 所以各位好姐妹 這個指標超級明顯的 就是男生喜不喜歡你 沒有這麼難分辨 其實就是他喜歡你 他會關心你跟在乎你